衣服都脫掉 然後我突然講了一句話說 可以嗎 衣服穿起來就說我沒有那個感覺了 Fuck 久了之後我才發現原來動物是有習慣的 靠北你把別人餓成這樣子 你忘記餵貓 然後是他會以為 大概國小吧 跟我媽媽還睡在同一間房的時候 然後我每天都會跟他分享說 欸我今天在學校遇到什麼事情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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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 呃我都可以聊一聊然後睡著 這樣子是不是也有問題 這樣子也有狀況 我媽是那種很淺眠的人 他是那種 他是那種只要稍微跟你聊開了 他就會整個上頭想繼續跟你講的那種 然後直到某一次吧 我忘記哪一天晚上 在我還沒還沒長大 自己去睡一間房間之前 有一天晚上他就傳對我說 你睡覺前不要跟我聊天 我說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都會秒睡 然後他他睡不著 然後就沒啊 OK 可是你這樣子如果說讓你定時睡覺 你有辦法睡著嗎 你能叫某一個時段 就是讓你固定比方說都幾點睡 你就是會很容易睡不著的 會 那其實就是其實 睡眠不太 這其實就算睡眠不太好 就是你的身體沒辦法定時去做一個睡眠的狀態 你是說在一個我該睡覺的時間然後叫我去睡覺 先撇除我個人意願 就假設說我就是不想睡 跟你就是逼我去那個地方躺好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規律的睡眠啊 我沒有試過耶 我沒有試過耶 我沒有試過 我好久沒有規定自己睡覺時間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因為我前面可能十幾年二十年 都十幾年吧 都沒有管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睡眠那個 那個 意外發現其實自己超不自律的 不是不是 我就應該說意外發現你 你把這些睡眠的時間品質弄好之後 其他東西都差很多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們 我決定從今天開始 好 我知道 我決定從今天開始 我下班兩個小時後我就睡覺 真假的 我就每天固定某一個時間 你那個 你那個 我持續一個禮拜然後告訴你會怎麼樣 我上一次我上一次有講說 對我上次有說我借靠一個禮拜 對 我覺得 現在還有嗎 現在 我覺得不錯 還借到現在嗎 十天嗎 十天 現在第十二天 你還在借嗎 現在第十二天 打炮不算吧 算啊 那沒了 那十一天 好啦打炮 好啦 OK啦 你都 你又沒差 你打就打了 我覺得 我覺得不錯 廣大男性朋友可以嘗試一下 他講那個什麼搞不同會增加 因為我自身體驗過 我覺得差的非常多 那你 我先講 我在講是我的 我的感覺 你也 你也有嗎 你是 就比較清醒啊 我覺得比較清醒 而且你對 你對很多事情不會那麼敏感 對就是 呃 不打手槍 或者是沒有 沒有任何性行為 或者 比較 比較 極端一點 我重新整理一下 不打手槍 不做愛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愛的話 不要射出來 不 這個就是我反對的 這是我們上次討論過的 我幹你啊 這個就是我反對的 我問過很多人 沒 這個 55 55開 是啦 是啦 而且上次有說 我們先回到這 上次有說 等一下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講這個 我一定要講這個 上次有說 那一派的人都比較看起來像渣男 那一派 好 我們先回到我們主題 等一下 你說哪一派解釋一下 哪一派 你說 享受做愛過 哦 OK 我們再把那個狀況 我們再把這個狀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今天如果一個女神或者你女朋友 跟你做愛 但是你不能射出來 那你會選擇 當然我要我要做啊 還是算了 我就我也懶得做了 大概是這樣子 不要 你就是不要 你又不做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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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問 我問的都是一半一半 然後你上次說什麼 你也是問一半一半 我問也是一半一半 但是另外 你那一半看起來都比較雜 為什麼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你有辦法享受那個過程 可以這麼出現 我覺得現在 現在可能很多 很多情侶或狀況 就是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打拋 打拋的過程是很尷尬的 是嗎 嗯 好想聽 好想聽 就是你可以開個那個問答 然後說 你們有沒有 尷尬的做愛故事 打拋的時候 很尷尬的那個moment 很出現 OK 可以耶 我們來 我們來收集一個 我覺得我要記一下 我們來收集一個 我真怕我等下忘記了 呃 哈哈哈 酷耶 我覺得出戲之後很尬 就是如果 某一方 假設說某一方笑 笑 然後但是他笑的點就是 單純就是你現在做的 這件事很好笑 他比如說你講了什麼話 然後他突然出戲 爆笑 幹我真的解掉 我真的解掉 我真的解掉 你有經驗嗎 類似 就是任何 打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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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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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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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害怕這種事情 所以我很預防 怎麼預防 我很預防 不要出現這樣的moment 就是 你要怎麼預防 那如果對方很尬怎麼辦 或者你有沒有很尬的時候 你有沒有曾經很尬的時候 一定曾經 你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 很尬哦 嗯 怎麼樣 我很怕尷尬的人 所以我 沒有很怕 可是沒有遇過嗎 或者你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尬 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尬 嗯 哇 沒有耶 真的假的 怎麼樣才算尬 我還好 我蠻活在自我世界的 好 我 我除了鏡頭在拍以外 我基本上都蠻活在我自己的世界 我講一個就是 以前 以前那時候 那時候在上海 然後有個女生 反正我們也親了也怎麼樣 他也住我家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 年紀還沒有到很大 對比現在 哦 很早以前了耶 那個哇 好久以前了 沒事 重點就是OK 進入回憶裡面 我們 我們那個 衣服都脫掉在我家床 在我家房間床上 衣服都脫掉這麼長 弄到一半 然後我突然講了一句話說 所以 可以嗎 超大 所以我也有這樣子過 但是我也去問 就是說 可以嗎 哦 對方瞬間 鐵掉 衣服穿起來 就說我沒有那個感覺了 Fuck 我現在想起來真正覺得 美哀 美哀 很尬 可是 那 就那一次而已 那一次 後來我就 會在意吧 就是會覺得說 我要避免這個情況 不是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是 以為問是一個禮貌 我最近 我最近才 我最近才真的 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 我前陣子不知道跟誰聊天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人生就很像一場戲 你如果先出戲的話 其實你就會演不好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 欸 蠻酷的 認識 認識一個人 我有個朋友跟我講 他就說 人生就像一場戲 哦 人生 那你只要比人家先出戲 你就會演不好 就 就是 就是 呃 我覺得換到任何事上 都這樣 就是 可不可以 你當下覺得尬 然後你一出戲 你就覺得 天啊 我解掉 我不要 我不要 你都沒有尬嗎 你第一次做也不會尬嗎 我真的已經忘記我第一次 好久遠 回想 快 幹嘛 回想 好久遠的事情哦 多久 這是我高 啊 這可以說 這是 這是我高中的事 這很久 高中不久 高中 很久了 你 你 你有一天 你有一天開始 不會去focus 回憶的時候 那是很可怕的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focus 就是 它是一個 第一次 就在 我就說啦 我其實活得很 我覺得我活得很自我 你知道人的 大腦記憶有70% 是捏造出來 我知道 你的回憶都是 我覺得我的回憶都很好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我太容易 你知道 那個 莫爾蒂有一集 那個 會抽出他 不好的記憶的 那個 極速 莫爾蒂崩潰機 紅色跟 它是紅色跟紫色 跟他 跟 跟 跟 不知道 反正他會把他一些 把一些不好的記憶 把它刪除掉 我覺得我自體有這個功能 就是我會忘掉一些 我會忘掉一些 我不太開心的事情 而且很快 就時間過了 我會真的忘 忘到 你不拿證據出來提醒我 我是記不起來 那可 這 這樣子不就是沒有面對那些東西 嗯 你知道 我覺得以前太好面責 嗯 以前太好面責 以前 太想要人家看得起你 太想要人家 嗯 正常啊 正常啊 跟你的評價是好的 可是其實 可是其實時間久了 你會發現 呃 能能 能 能 會去給你負面評價的那些人 講認真的 你也不會特別去在意 那他們 他們 他們沒有活在你們身邊 他們沒有活在你們身邊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 雖然說 雖然說我現在跟以前比我超級不在意人家 怎麼看我 但是偶爾還是會有點 不要說有點 偶爾還是會很多 但是我可以跟以前比可以很不在意的 但是 多少還是會啦 偶爾 你說在意別人的看法 就是 我覺得一定要 比方說 比方說某一個某一個時刻 突然就覺得 幹如果 如果我這樣做 就可能我這件事情 我做了一整年 一個一個行為 都沒想什麼 突然有瞬間我想說 就是 自行嘛 就說如果 別人這樣看我是怎麼怎麼樣 啊 這樣是不是不太好 可是後來 我就會 偶爾會這種 冒出來 但有時候又想說 那個人又不是我身邊的人 我也 然後我 之類的 或者說我有沒有傷害到他 或者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 對 我 昨天 我昨天才 那個 就我有一個客人來喝酒 然後 他就跟我聊到你 就說 聊到我 對 他就問說 我們的Podcast 還有沒有再 出下一集 這樣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他知道你是誰 但他跟你不認識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哎呦 那他不錯啊 挺紅的 然後 他就一直跟我形容你有多壯 我說是 我知道 他 見過嗎 應該是沒有 應該就是IG看到而已吧 應該是 沒有到見過 哎 說不定在健身房他有遇過 他在飛利嗎 同一節目 不知道 啊 結果你都沒有尬的 哦 我們現在來挖你的記憶要挖 哇 尬 哇 哇 來 你說你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高中 高中 高幾的時候 高二 高二 跟女朋友嗎 我記得不是 你記得不是 那是跟泡友 還是 怎麼樣 呃 看真的很難回想 我 我 我 在哪 在哪裡 啊我記不起來 怎麼可能 我說記不起來 你不想講 我沒有啦 我如果 我如果知道我會講 只不過 怎麼可能會有人不記得自己 你 第一次在 在哪裡 我覺得那是因為如果你次數 低於某一個次數 沒有 重點是他是第一次啊 就像我 我記得我 初戀的名字 但是我中間的我幾乎都不記得 我可以說一個 我可以說一個很 很尬的故事 我猜他應該也會看 也會看這個 你說誰 誰會看 這個podcast 就這個人 我現在講的這個故事的主人 女生嗎 對對對 你的高二那個模式啊 不不不不 我跟妳講一個 我跟妳講一個 我記憶力退化到什麼程度 就是 總 總之 總之 我有個 我有個 沒有結果的曖昧對象 然後 我們算吵架嗎 我不知道算不算 但是我們有一陣子很尷尬 就尷尬起 可能都沒有 都沒有聯絡這樣 但是他是我 我的某一個朋友圈裏面的 自由 為什麼突然暗昧一起變一個尷尬的起 反正 反正中間發生了感情事 然後重點是 重點是 重點是這樣 我 你不是應該把故事講完整 我從來沒想過 我從來 你不是應該把故事講完整 我們這樣子沒有辦法融入嗎 你 你 你聽到後面你就懂為什麼 OK 就是 就是 我 我 我跟這個 我跟這個人好一段時間沒聯絡 然後我本來也想說 啊幹 我們可能再也不會見面了 然後結果 結果那天我跟我 我朋友去唱歌 然後 唱到一半 他們跟我說 某人要來 其實他們講 這個人的名字的時候 我還沒有聯想起來是這個人 就我 我以為他們只是在跟我介紹什麼朋友要來 結果 結果 那個人一來之後我才發現 噢 尬了 就尬了 那個曖昧的 怎麼 怎麼是他 啊怎麼是他這樣 然後結果 結果我們就 我們就大和解 我們就大和解 就是 我們可以繼續當朋友 我們可以繼續當朋友 但是 但是 很可怕一件事情來了 那天 他進來 然後跟我聊天 然後到我走 其實我知道這個人是誰 我對這個人有印象 然後我也知道他的綽號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竟然忘記他的本名 而且我想不起來 我是進入一個 我完全想不起來這個人的本名是什麼 就我明明就知道 就我明明就知道 然後 我想不起來這個人本名 我回去想了 我也想了半天 真的想不起來 我到現在都還想不起來 說不定他看到 他看到這個 就會跑來罵我 我發現真的 我現在身邊好多人的本名 我都不知道 會吧 會吧 我 我那天看到一個 你本名叫什麼 你叫 我都叫 你都叫柳丁嘛 對啊 你本名叫什麼 我叫永成 永成 沒錯 金德 哈哈哈 姓什麼姓什麼 我姓曾 曾 哪個曾 曾國凡的曾 哦 曾永成 對 永永遠的永 對 誠實的誠 你看我就記得很清楚 你是口天舞 哈哈哈 我沒有 因為我只要問你 你就說叫你柳丁就好 然後我也沒有 你的 什麼東西去看 我那那天 曾永 誠 誠實的誠 對 對 不是想 永成 是誠 誠 永祥 反正 好 反正 反正我那天就忘了 永成 我就忘了 我很不會記名字 幹這個真的 我會用力的記 對吧 那你相信嗎 你相信我會忘記的嗎 沒有 我身邊大部分人 除非是很常在聯絡的人 對我他名字我知道 剩下我根本就 要不然就是沒有問過 要不然人家就跟我講錯號 要不然就是怎麼樣 你有遇過那種情況 你粉絲那麼多情況下 你有沒有遇過人在路上 或在健身房 然後有人跟你打招呼 很常 然後你跟這個人聊天 就你跟這個人聊 聊了五分鐘 結果這個人走了 然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誰 哈哈哈哈 很 就是 算是正常的事情 是嗎 沒有就是就是就是 這很正常 你有想過這個人 如果事後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心裡會有多傷心嗎 沒有啊 我為什麼要 不是說真的 我為什麼會要知道他名字 我也不認識他 對不對 我只是說 沒有 我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很 很邏輯的東西 他是他follow我 我們先不要講他是粉絲 還是怎麼樣 他他follow我 然後他在外面看到我 打招呼 我們聊一聊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我 但是我 我願意跟你聊天 我覺得 就是認識一個人 或者聊天 或者打招呼 或者基本的就是一個social 都ok 但是我覺得我 我不知道你名字很正常 我 我因為這件事情 發生了之後 然後開始改掉 壞習慣 就是 我 我以前 我以前跟 我以前跟陌生人聊天 我會胡舟 就那種保險業務員 或什麼 胡舟什麼 辦銀行卡的 像什麼 然後我可能就跟他胡舟 就是 反正我都講得很誇張 假的說他跟我 我之前有幾千萬買 他可能假設說 假設說我要不要辦卡 講一個基本 我要不要辦卡 我說沒有 我還沒 還沒上高中 他可能就完全不信 他還會跟你說 怎麼可能 他就看著你手上刺激 跟你說怎麼可能 我就說 我就真的還沒 然後就走掉 我 我以前會做這種白癡事 那是因為我覺得 就生活的惡趣味 我覺得 我覺得至少讓每一件事情 都變得很有趣 結果 結果 有一次我開始遇到 我認識的人 但我是真的認識他 可能是 Maybe是我朋友的朋友 但是我忘記這個人 就我根本就 我根本就忘記這個人 然後他跟我打招呼 跟我聊天 然後 我們可能 甚至去 講了最近我發生的某件事情 然後我聽他講他最近發生的某件事情 這個人走 我完全不認識他 結果後來才發現 我就會在 遇到這樣的人的情況下 把他視為保險業務員 所以我也會跟他胡舟 然後導致 導致說 胡舟滾出了一個謊言雪球 然後某一天 我就撞到這個謊言雪球 我就 我幹你娘 真的會耶 對吧 不要亂說謊 不要亂說謊 我覺得 不知道你有時候 你是為了避免麻煩 還是你為了面子 沒有 可能都有 我覺得避免麻煩 一來是 我不想跟這個人很尷尬 我沒辦法當下跟你說 我不認識你 或者是我也沒辦法當下很委婉的 說 你 他媽哪位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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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完全 對他沒有印象 還是你不知道他名字 我完全沒有印象 對 完全沒有印象 我可能會努力想 我會努力回想 但是 有些人就想不起來 你知道嗎 而且還要在 你跟他溝通的那個 字字片語間 剪一些瑣碎的記憶 然後去想想這個人 到底是誰 我現在是基本上 對人的印象都會很深 就是見過一次 就比方說聚會 或者朋友介紹 朋友 認識新朋友 印象很深 但是我名字 我很難記 這樣算臉盲嗎 你是很難把 名字對到這個人 還是很難記住他的名字 記住他的名字 那就還好 那就還好 至少你看過這個 你知道這個人 我知道這個人是誰 我可能知道他錯 我比較像臉盲 我不知道 你覺得現在 大家問對方的名字叫什麼 是不是已經變成一件很 稀奇的事情 少見的事情 我覺得蠻少見的 尤其是可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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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 年紀 或者甚至更年輕的 可不問稱呼吧 對 只會問 只會問稱呼吧 柳丁 JD 我不會問 請問你真姓大名 first name last name 也許 也許是我們的年齡層 還 就我覺得這是個 蠻有趣的社交習慣 應該說 應該說 因為你現在聯絡 可能不是書信 你現在聯絡方式 可能不是書信 你可能就是 instagram 或 或 或 Line 這樣 那 其實在這樣的 那個 app上面去 溝通聊天的時候 怎麼講 增加親切感是重要的吧 可是以前 以前是因為 我要寫一封信 我需要有正式的格式 或者是 禮貌的尊成 就像你現在打email 應該還是會打的很 很格式 但是 沒有沒有就好像 就好像 我覺得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方說我 我最近有在接 比方說業配 他發email 他就會說 你好 比方說 新年快樂JD 或者新年快樂 Tranco 團隊之類的 那 你看email其實寫信也是啊 他們不一定會用名字 但是書信 需要確認是你本人啊 就好比說 你必須拿 那是寄 你要寄給 那個是給郵差 對啊 所以我說從email開始 我們可能就已經開始 會去接受 匿名的方式 的稱呼 那甚至你到現在 更方便的這種 這種溝通軟件 坦白來講 其實 大家不會去覺得本名 很 重要嗎 對啊 那你現在 比方說你每認識10個人 有幾個是用匿名 或者你跟他的稱呼 我目前認識會拿本名出來 一 要嘛這個人沒有綽號 二 要嘛這個人是廠商 廠商跟我溝通 不可能給我綽號啊 你懂嗎 他可能私底下跟我認識 或我加他like 他可以跟我說 我們講朋友 朋友的話 我覺得就是沒有綽號的人 他會用本名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比例多少 有綽號的人 就是你 8比2吧 我覺得8比2 8比2 8是 8是綽號的人 80是有綽號的人 可能是因為我的生活環境 不是 可是因為 我們這樣的社交空間比較大 然後 那你開酒吧 你的人 你的那個人 人數一定 那個 參數一定是更高 對啊 對啊 所以問題會蠻比較準 大家用這樣的名字 可是你說熟一點 就像我有朋友很熟 平常也都是叫我本名 我剛才照你本名啊 我不夠熟 是 感情破裂的一季 沒關係我記得 曾永辰嘛 感情破裂的一季 今天特別來賓中 曾永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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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天啊 可是我現在身邊 我想想看 我真的很 覺得還不錯的朋友 好啦 我覺得還不錯的朋友名字 都大概知道了 我以前不會特別問 我現在會 會 可是 可是 我有個毛病 就是我記得住人家的名字 但是我對不到臉 所以你是臉嗎 我的臉嗎 我真的有點臉盲 就是我會 我會知道有這一號人物 但是我 對不上 真的假的 但是就是你不夠熟嗎 印象不夠深刻 印象不夠深刻 真的真的是印象不夠深刻 還是這個人就 這個人就 給你 就是可能你們沒有 可是我覺得有些人 他是那種個人特色很強的那種 就你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 但是你真的是 他媽記這個人記很久 有耶 有這樣的人 我覺得這個辯音 可能不會是我 沒有沒有 沒有 沒有那可能就是他的 他比方說他做了什麼事情 或者他怎麼樣很特別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 或者他是什麼樣子 但是你不認識 你也不認識他 所以你也不會想知道他的名字 你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像我們有時候網路上看到一些很搞笑 我看這個人超屌的一些影片 幾千萬的觀看 或者是幾百萬的按讚 你也不會想知道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就說有 有這麼一號人 沒有 因為我們應該都是這樣子 我們講 我們那天看了一個影片 一個誰誰誰 沒有人會想問說他叫什麼名字 或是人家他綽號都不會講 只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人 是幹嘛 對對對 除非你是他粉絲 你真的認識他 你想要了解他 對 我就現在選 就投其所好的空間太大 就我不想 我不想看這個 我可以不用知道啊 不用特別去了解 就是現在資訊量蠻發達的 以前可能假如說主流在講一件什麼事情 你不了解 真的會有顯 顯得很脫節感 其實我很常會有這種感覺 對啊 可是可是現在就還好 現在真的還好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自然會有那一塊的人 我覺得是因為數據的分流 可是我只有 我感覺 尤其是之前比較很專注在 那個健身 健身圈這一塊 我所接觸到的就只有運動這一塊 哦 而且是健 就後面慢慢 而且是越來越窄哦 或者是建立 力量 傷痛 修復 精細嗎 能跟你交流的人一定越來越少啊 就是 可是我發現 我也變得 有時候也會覺得自己很狹隘 哦 就就比方說我身邊有很多 呃 打籃球的 球隊的 嗯 然後 我身邊大部分人都看籃球 嗯 我不看 我也不看 哈哈哈 大部分嘛 對不對 我這邊基本上每個男生 都有在看籃球之類的 對那不管是看NBA 或者是 或者是台灣的之類的 都有在看 所以什麼球員啊 怎麼怎麼樣 我完全沒在看 是誰我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在 一般人 可能大眾 這是一個很 算是 熱門的活動 熱門的一個領域 嗯 然後裡面很多元 就裡面 他裡面可能自己就是一個 自己的一個體系了 怎麼樣 然後你有球隊 有經理 有採訪的人 有辦活動的人 有啦啦隊 有什麼的 有 B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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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廠商 什麼亂七八糟 他們自己的一個體系 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 自己一個小生態 我們剛才那個 那什麼 那個音頻的東西沒 沒電了 我要換個電池 所以 OK 我們繼續 那我們那時候講到什麼 欸 對啊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有沒有記得 我們講到一個東西 要中間 很重要 我們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幹 Fuck 沒有 我們剛剛講什麼 啊 行啦 啊沒有記 我沒有 那個是明天的啦 哈哈哈 DAM 啊 沒有 這個是 對我沒有記啊 等一下 到底 剛剛 我們剛剛在講 今天我覺得很重要 是 等一下重新Check一次 對啊 欸大家很常這樣子欸 你平常 你平常會很常這樣子嗎 會 啊對 就是 我不知道 這個跟年紀有關係嗎 還是 跟年紀有關係嗎 有 那你應該蠻嚴重的 這很嚴重欸 就是你突然 我們上一秒在講 講什麼 然後你打斷一下 看我就完全忘記了 欸 對耶 或者是 欸 我最近有時候會這樣子 比方說我跟你聊天 跟你聊天 聊聊聊聊聊 比方說我們開頭是 呃 為什麼今天 這個咖啡 這麼 這麼難喝 或者是怎麼樣的 我們想要得出個結論 結果我們聊到後面就不知道 我們就忘記 我們開始講什麼了 就飄掉了 就飄掉了 然後你就 你就默默把這杯咖啡喝完 哈哈哈 那我 這個我沒有覺得難喝啦 舉個例子而已 就是 7的嗎 嗯 沒有我覺得蠻難喝的 真的嗎 因為我 我沒有特 怎麼講 我想說有咖啡就好 就是我平常有點 我平常 那個叫什麼 非品嘗的咖啡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是單純想喝 然後單純想喝 對 因為我平常也不是 我覺得 那個 我不太 不太是會一個很常把 錢花在品嘗 啊你品嘗咖啡嗎 對 品嘗咖啡 就這不是你的樂趣 對 是 喝喝爽 對喝爽 喝爽 你要我品嘗OK 之後我 不太會想把 錢放在這個部分上面 對 所以我們剛原本在講什麼 哎 我覺得很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你只能check錄影機 哈哈哈 我的記憶一直到那裡 只有那段 你說你怕狗 可是我真的怕狗 為什麼 我 小時候住 我小時候住鄉下 然後我需要走路去上學 然後我又 我習慣很差 就是我不太喜歡整理書包 那我書包都 永遠都是 所有學起大概一半的書 然後就背著很重的書包 每天走路走上學 然後 哎 結果這意外成了一種鍛鍊 你知道嗎 因為 我小學跑很慢 我跑步真的很慢 就是超級慢那種 我不知道是姿勢不對 還怎麼樣 或雞群不夠吧 然後 然後我在班上玩鬼抓人 基本上抓到我遊戲就結束了 因為我抓不到任何人 我 跑輸女生的那種 就是我 連女生都追不到的那種 然後結果 結果某一個暑假 因為 國小嘛 你學校會有返校日啊 什麼之類 我們家那個時候搬來了一戶鄰居 他們家養了一隻狗 很兇 超級兇的那種 是會追著你跑的那種 然後結果 在你同學家裡 沒有沒有沒有 在我們鄰居家 我們鄰居家 對 搬來了一戶鄰居 然後結果 結果 我那一個學習 一開始學之後 我就每天都被狗追 真的是每天都被狗追 我從一開始會被他追到 會被他咬到喔 然後跟 我知道我跑到他追不到我 你知道 所以因為你要去學校的路上 你知道我在班上鬼抓人 搶到爆炸 我搶到一個嚇死人 就是 我可以走到你後面 然後我還可以不抓你 因為我只是想跟你玩 你懂嗎 這是一種訓練 就是一直意外的訓練 可是我覺得 所以從 所以我 我 我重新 瑞一次 瑞一次 你小時候都會背在很重的書包上 走去學校 對 然後 然後你搬了一個新鄰居 然後他有一隻很兇的狗 對 然後那隻狗就開始 每天追你 每天追著我上學 追著我放學 追著你放學 然後從開始會被咬到 對 到後面你可以很輕鬆跑暈他 沒錯 幹好酷喔 這 這 這件事 這是那種 這就是可以適時佐證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認為我跑得真的蠻快 對 這個在我大腦裡是那種 哆啦A夢小叮噹的 故事裡的劇情 沒有 真的 這真的是發生在鄉下 他狗就這樣一直追 那他主人沒有 做什麼嗎 沒有 幹你才 你才小 小一小二 你怎麼可能可以跟 跟那種 就是大人反應得了這種事情 大人不在乎啊 他覺得 他覺得 狗尤其在鄉下 你懂嗎 他覺得狗這種東西 對 對大人來講就是 阿小時候就是 也是這樣 你懂嗎 可是對我來講很可怕啊 幹是狗欸 他會咬我欸 很嚴重嗎第一次 阿其實還好我覺得他是因為我跑 所以才會跟我玩 然後他那個咬就有點像是 就是 是像這樣 對 他不是那種很殘暴的那種 但是因為你那時候還小 所以其實 我可能認為那個是攻擊 但是可能對 對那個狗來講是在玩 嗯 畢竟我相信狗沒那麼壞 除非他真的很壞 哈哈哈哈 他可能 除非 除非他是一隻壞狗 可是講的屁話 欸對他有可能只是在玩 對啊 有可能只是在玩 我我我會對 我會對狗的反應 就是太太太敏感 我會嫌害怕 嗯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長大之後不怕 就是因為我知道他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小時候會怕我單純 幹 我單純欸 你們台灣沒有狗喔 我們泰國翔下有 我要在這邊致敬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說太老有料的那個 那個粉絲 喔 那是我唯一 唯一繼續錄下去的動力阿 太開心喔 各位那是我錄下去的動力阿 太開心喔 本來都要停錄了說 哈哈哈哈 欸 所以你就 那時候開始你就怕狗了 真的 有時候吵不怕 像你不怕狗 像你不怕狗的人 那對我們這種 怕狗的人來講 我們最常聽到的話是什麼 就是欸 他跟你說 沒關係我們家狗不會咬人 但是問題是 他有的時候咬下去的時候 他才會告訴我說 我也不知道他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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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欸 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吧 我覺得 我覺得 聽到這一段的觀眾 一定有人會覺得說 這個好 好有邏輯喔 一定會有人覺得說什麼 呃 怎麼可能我家的狗就不會這樣 不是靠腰 你就養狗 你根本就不懂這種恐懼感是什麼 對吧 你去問問幾個怕狗了 他都會跟你說 對 沒錯 他說的對 太老有理 超好笑欸 只有好像 就 不就還好 Rio應該是沒有咬過的人 但是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身為一個怕狗的人 或者沒有養狗的人 然後 你也很直接指出 我們養狗的人 對啊 你會講什麼鬼話 你會講什麼鬼話 你會說 沒事啊 沒事他不會怎麼樣 然後我們又覺得說 幹講真的對耶 對耶 屁話 太好笑了吧 第一次被指責指責這麼開心 被指責 不能這樣 好好笑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也是我們自己反應太過激了 就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有時候我自己反應太過激了 他可能真的只是想跟我玩 我自己養貓之後 你不會 很有這種感受 你不會 你又養貓 養貓之後很有這種感受 所以 Rio這種 這種咬合力對我來講 已經是習慣的東西 用貓咬跟 貓咬起來不是 對啊 很痛很痛 而且 你知道我的貓啊 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就是 他會 他會 想要跟你玩 可是畢竟 你知道他不會溝通 他只能偷偷 偷偷咬你一下 提醒你 說要玩了 這樣 然後我以為都會 都會是他肚子餓 沒吃飯 這樣 然後可是 我知道我記憶就很糊塗的人 我是一個很糊塗的人 我記憶本來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餵過他了 我就覺得 哈哈我好像餵過他了 然後吃到 他咬我才發現 噢靠不對我沒餵 然後我就去餵 知道久了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動物是 動物是有習慣的 他是會 靠北你把別人餓成這樣子 什麼東西沒有習慣 沒有我沒有餓 真的沒有到餓 沒有到餓 他只是就是 沒有到餓 很好笑 等一下我要聲明 這沒有餵貓 你忘記餵貓 然後導致你發現說 哇原來動物有習慣 這不錯啊 沒有 不是不是 是他會以為 他會以為咬我 就可以讓我去做任何事情 因為他可能咬我會是一個提醒我 要去做事情的點 好比說他想玩 嗯 然後可能咬我 我才會發現說 喔原來他掉了 他掉了娃娃來 然後他可能咬我 我才發現說 喔對我得餵他了 然後 然後他後面才覺得說 喔原來透過咬 可以逼我去做任何事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因為 他已經開始會命令我了 沒有沒有 你 你這錯了 對 你完全 我應該主動一點去飼養他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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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先講 那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先講那個 你覺得他一直 他咬了 他之後他咬你 他知道你就會去幫他弄東西 對對對對對 那你一開始 這是你一開始 教育上的問題 對啊 我不否認 對啊 就教育失敗 不是他的問題啊 沒有我第一次養到我啊 所以我現在很甘願給他咬啊 我現在很甘願 我不是心甘情願 我心甘情願給他咬 我在為我的 我在為我的無知 就是贖罪欸 我真的覺得呃 怎麼講 以前到現在 以前到現在養過 十隻狗有吧 好扯喔 但是 但是 前面的大概有八隻 都不算是我養 啊 算是我家人在養 但是我們家養過七八隻 所以那段時間其實我對 養狗照顧狗其實是 幾乎沒做什麼事情的 就是我可以跟你說 欸我養過八隻狗 那你覺得你這樣的定義 你覺得你對這個寵物是有愛的嗎 應該說你說這是跟家人一起養的狗 但是對你來講 你認為他是寵物還是他是家人 寵物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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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比較 你覺得綠了像寵物還是家人 家人啊 對嘛 這是比較出來的 就是你可以清楚分辨這樣的感覺 因為就是說自己真的養 跟喔這是我們家的狗 其實 差蠻多的 喔 真是差很多 所以對寵物的愛的形式可以很 很不一樣嗎 因為他不是 就有點像是 如果這是我們家的狗 可能就會覺得說 喔那個是誰誰誰 嗯 比方說呃你有個姐姐 他想要一直朝養 養隻狗 然後OK狗來了 那大家是不是覺得說主要是 姐姐的責任 喔 是嗎 不是我是說有時候就是一家人 養狗的話 喔 會有這個感覺 喔 就是大家時不時就覺得 可能誰誰責任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自己自己就其實 呃 他在叫喔誰誰誰去 反正就不 比較不是我的事情 喔對 但是跟我比較沒關係 對 那 你自己一個人 養寵物養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哇 他的什麼事都跟我有關係 都是我要去 對啊 有差 對 有差 那個那種突如 應該是對很多人來說是 是正常的事情 但對我來說是一個 突如其來的一個 很很大的一個 心力跟責任感 會吧 或多少會 對就是突然 學習責任心啊 以前沒有過嘛 以前那狗就 就同樣 我以 應該就這樣講 所以我以為我養過八隻狗 我現在可以跟你講 我養過八隻狗 但是我可能養這八隻狗的期間 我根本就不懂得怎麼去照顧一隻狗 照顧一隻狗 或者養一隻狗 對 但我還是要自己養 才會學的比較快啊 真的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落差很大 喔前一隻是跟前女友養的 一起養的 那其實我也好像也沒有特別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好像沒有做什麼事 我覺得 有沒有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會當下覺得很辛苦 然後後面回想起來 覺得說靠北我到底憑什麼靠腰啊 對 超級 就突然批判到自己 然後還批判到沒有辦法反駁自己 那種感覺很甘願的 不知道找誰吵架 什麼靠 嚇死了 對啊 我那天 我覺得這種類型的精神衝撞 最近很常發生 在我的生活裡面 就是 可能我以前 我以前可能很在乎說 我自己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怎麼看待我啊 跟我現在這個很好的人 他內心會不會覺得其實 我哪裡不好這樣 可能會很怕這種問題 可是 趕久了你就會發現 久了你就會發現 其實 呃 你要先學會討厭你自己 就你先學會討厭你自己 你就覺得不在乎了 就你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有什麼缺點 那 你得去改 你得去做 這樣就好 那為什麼是討厭你自己呢 我覺得 欸不能說討厭你自己 應該說 應該說你要面對你自己討厭的那個樣子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幹 你明明就是一個 你明明就是一個不自律的人 但是你就是要 硬把自己講得很自律 喔 你懂嗎 你應該去承認 你懶惰沒關係 但是你有你的生存方式 對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有這樣的勇氣 喔 突然感性起來 我剛剛不在聊狗嗎 突然感性起來 我們剛剛不在講狗嗎 我剛剛不在說狗 我們說到哪來著 說到哪來著 說到哪來著 狗啊 責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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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哎呀 對所以 所以所以前一段 這 剛剛想到我剛剛講的這句話就覺得好笑 我以為我做了很多事情 就可能在我大腦裡 呃那些 可能這隻狗的事情是我們一人做一半 啊呵 然後結果發現 就實質上你只是去買了 你只是去買了飼料 你看看 跟買了他要換的 換的尿布 就這樣 我們一人一半的錢 欸不對 那時候好像是他付的比較多 我忘記為什麼 發現你只負責陪玩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喔那時候很好笑 那時候真的很好笑 呃 我會想養八哥 蛤 那個時候 喔喔我想養八哥 喔 你知道八哥嗎 嗯嗯 長得像蚵仔那個 對 幹 我只是看到那個圖之後 八根跟蚵仔 這兩個東西我分不開了 只要看到八哥就想蚵仔 蚵仔就想八哥完蛋 OK 反正我想要養八哥 因為我覺得他 沒有過胖的話 前提身材是OK的話 胖的話真的 不太喜歡 如果是身材是OK的八哥 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那 然後 醜的很可愛 喔好好好 對 那個時候啦 然後 所以我就說 我們要養狗的時候 我要養八哥 然後 然後 然後他說他 他要約克一下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去看 我看到一隻八哥喔 我說哇這隻 好可愛喔 然後 我就覺得 那就很好笑 我覺得這也很好笑一點 我們 我們以前 你看喔我們通常買寵物 或者是 林洋寵物都一樣 我覺得都一樣 好像我們 不太會去像我們買東西一樣 一家一家去比 我們基本上經營的這家寵物店 就是 就一定會選這邊的 會耶 嗯 會耶 好像大家都是這樣子 我也只去一家寵物店 嗯 會耶 OK 所以我們剛剛講 等一下回來 插話了OK 我剛剛原本在講什麼 你 哈哈哈 靠北 你剛剛 你剛剛說 寵物 你剛剛說寵物 喔我們去買八哥 對你們去買八哥 就喔好可愛喔 怎麼怎麼樣 然後 然後那 我那個時候女朋友就說 好不然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他 你先陪我去看另外一家 那家有約克一下 如果 如果 呃到時候再決定說 要哪一個 好 就過去就變成約克一下 對 哈哈哈哈 啊就也很可愛啊 從 從那個開始 養狗這件事情 他心中已經結束了 根本就沒有開始 那那確實啊 那也不是你養的狗 那就是你陳牛養的狗 沒有 如果今天是八哥 那就是你養的狗 沒有我們 可是我們的定義一直是 那是 我們養的狗 沒有嗎 你現在回想起來 他的狀況就是這樣 他的狀況就是 喔如果你 如果按照邏輯來講是 這樣沒有錯啦 他的狀況就是 你沒有養狗 其實養狗的是他 所以我是把我 把我 把我 別的 把我以前 女朋友養的狗 刺在身上 對對對 蛤 我不是一直以為 我把我 我養過的狗 刺在身上嗎 你連刺的都不選八哥 哈哈 不是我沒有養八哥啊 你可以刺啊 為什麼 我沒有養 他沒有感情啊 你可以 我不是因為喜歡 我不是因為喜歡 約克一下 我才刺約克一下 那隻八哥 啊就沒有相處啊 這個真的需要時間 說真的Rio剛來的時候 我也沒有 特別的 我感覺好像那個 前女友 那個我前女友還沒有忘記 可是我有個新的女朋友 哈哈 然後我就 然後 我一直就覺得 我大腦一直覺得 乾前任比較好 前任比較好 你看前任都已經會尿尿了 會定點大便的 你看 這個新的真的不行 哈哈哈哈 然後 乾Rio聽了說媽的 然後 你看前任的眼睛那麼大 啊那麼大顆 我說我現在說真的 我都說真的 他剛來的時候就是 乾前任 約克一下眼睛那麼大顆 啊乾你眼睛那麼小 哈哈 一點那麼可愛 一點那麼可愛 然後 就是 哈哈 生氣生氣 看生氣 OK 死亡注射 你不要 好了 乖 乖 快 快 好 我們繼續說 你還超好笑 呃我們講哪裡 呃我們講到 喔我們可以講到 我 你剛才剛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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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前任嘛 啊 就前任那個感覺 然後就覺得說 因為我大腦裡那種感覺就是說 約克一下是我 心中 可愛的狗的 該有的樣子 嗯 就我家那隻約克一下 你習慣了唄 那是Paris 對 習慣了 所以我的定義 我大腦裡可愛 的狗 還停留在那邊 嗯 對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就莫名其妙 可能那時候 那時候我也是 分 分手的時候一樣 可能也是想找一個人 配之類的 然後 他就來了嘛 啊結果 對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很愛他 好像覺得他很不可愛 就是 感覺我都在 這邊有缺點 那邊有缺點 那邊有缺點 就覺得啊不夠好 不夠好 不夠好 但是我沒有對他不好 那後來 我只覺得我 我該 餵他 我也不 我就該餵他 或者盡量 喔我完全不打他 讓你發現 就是他走進你生命裡的那一刻 是什麼時候 我有點忘 是當我有 當我 我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已經過了很久 就是我發現 喔發現他對你很重要 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 發現習慣很久了 才發現的 就是 過了 對對對 就是我已經 我沒有我已經完全忘記 是什麼時候 什麼什麼時刻了 但我就突然覺得說 欸 我怎麼看他 都覺得好可愛 然後都覺得很 都覺得很 很Q 很Q 沒有任何的抱怨 除了 除了他亂拉屎跟鬼叫的時候 除了 他叫的時候 他 大小便偶爾會亂 其他時候他其實還好 就是有 就是叫 對啊 叫的時候就覺得 除了叫以外 覺得就是很好 而且真的很可愛 因為 我原本 其實對 我原本覺得博美 有點 不可愛 有點 不討喜 你這被嫌爛的 我原本覺得 博美 就是 就是一團 一團 一團 那個 你知道長毛皮卡丘嗎 我原本 原本 我當那裡的博美 就是 毛很長的 沒洗澡的皮卡丘 我第一次來你家都想說 你家雞毛毯子怎麼會跳 然後 所以我看大家養博美 那時候我的人就不懂 蛤 這個是什麼審美 這對我來說 然後 那時候我那時候就看到我 我一個朋友他們家養的博美 白博美 嗯 哇很漂亮欸 其實可以喔 不然我還是 不然我那時候還是準備去 找約克夏的 然後 OK 反正 就有一段時間我就發現 哇 他也太可愛了吧 就是 尤其是 喔我在那時刻 尤其是我帶他出門 然後大家狗聚啊 會怎麼樣 嗯 然後 看大家的所有博美裡面 我覺得 哇他最可愛 那我現在是不是 他有點少女心 哈哈哈哈 幹 沒有我說 養狗人 養狗人的那種幾百出現 就是我家的狗最可愛啦 對可能是我就是這樣 自己覺得 對 當然可能大家 每個養狗的可能都覺得 自己家最可愛 OK沒關係 我是說我的 我的感覺 我的心態就是 可能帶他去了一兩次 嗯 那種狗聚之後 兩三次狗聚之後 兩三次狗聚之後 然後覺得 哇 我家的博美也最可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過冷喔 小小隻的 就這麼可愛 然後就 就覺得 不錯啦不錯啦有愛有愛 小孩是一種表現啊 是一種 是一種好現象 體現你的父愛吧 他很好笑喔 這幾天 因為那個 不是那些中途的狗嗎 嗯 他他明天他就送走了 對 對OK 反正這幾天因為他在這邊 所以把他圍起來了 然後 他原本尿尿的 上廁所的地方 沒有了嗎 嗯 對 然後 雖然外面有給他多鋪一塊 可是我怕他沒有那麼快 習慣 習慣 嗯 然後 我就想說 那 最近可能這段時間 尤其是我不在的時候 包括尿布 對 有沙發 我會走啊 哈哈哈哈 然後 很好笑 一開始他 前前 第一 天第二 第一天第二天他很掙扎 就是我在包的時候 他包 然後 然後 這幾天 很好笑 這天超好笑 我就尿布拿著 然後 Rail 上來 就直一下沙發 他就上來 然後很興奮 然後我就 我就尿布拿起來 他就 轉身趴下來 哈哈哈 你就想像 嬰兒怎麼換尿布 他就怎麼自己轉給我 換尿布 他很聰明欸 就不錯啊 這樣就是一件事 我不知道是因為 我的這個動作 讓他會這樣做 還是因為他看到尿布習慣 然後這樣子說 就套我吧套我吧 他可能喜歡 喜歡穿尿布 他可能一直都喜歡穿尿布 只是你不知道 怎麼會他屌那麼大 怎麼會喜歡穿尿布 幹熱屌超大的 不幸可以去看 不幸可以去看這滴主頁 你看那個看不到了吧 我有截圖欸 我為了跟我身邊的朋友解釋 你知道我身邊 所有的朋友看到那張照片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你知道嗎 假的 靠北這是真的嗎 哈哈 靠北這是真的嗎 對啊我身邊 所有人看到就說 這個是真的嗎 這個是批的吧 這是真的嗎 這是批的吧 大家可能 有些人有所不知 有一天我們那個 我們家這位Rio 他在那邊發情 肢蓋 幹某個枕 幹那邊個枕頭 幹那邊個枕頭 然後我因為他之前就有過 有過 就是可能自己在那邊 幹他怎麼樣 發情 然後我就有看 會瞄到嗎 喔你出來了 他那個 哈哈 我平常會跟他講話 你知道我 你看到出來我都 多孤單了嗎 美少女型 我平常會跟他講話欸 這樣好啊 我也會跟我的貓講話 對啊 超好笑 然後他講話的時候 就變女生 OK 特別的一份溫柔 不知道 看本性吧 重點他一開始 我看他在那邊 發情的時候 我就瞄一眼 他那根大概 小拇指 差不多 我的小拇指 對 再長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喔沒有啦 沒那麼多 小拇指兩節 兩節小拇指而已 我記得他 我平常看他 兩節小拇指的長度啊 女士們 然後那一天 爆炸 那天我看 喔發情 OK 幹不對啊 幹 比我中指還長 比你中指還長 兩根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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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粗吧 我不記得 比我中指還長 幹 瑞瑞現在很開心 他真的很驕傲 哈哈 他真的很驕傲 他不叫了 對 所以然後我就 幹我嚇到了 而且他沒有想停下來S 他發現我在看他 他沒有想停下來S 他說 啊幹 有人在看我 OK 然後我就 他在表演給你看 認為這是用表演 然後我就 幹 這一定要記錄下來 這個 沒有人會相信 然後 我就拿這手機 我就幹 幹 我就拍他嘛 錄影 哇有鏡頭 看感覺是 哇有鏡頭 我要更努力 然後 就拍了 然後我就上傳 到我動態 然後 炸了 炸掉了 回復從來沒那麼踴躍 對 大家快嚇死了 只差沒有人回你說 幹 比我男友還大 這是我動態 回復率最高的一個